欢迎回到校伟谈讯室 我是阿杰 所谓欢迎主管人施校伟先生 好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持续跟追踪观赏 我们的校伟谈讯室 我们下令校伟 会员感谢您 对我们频道的持续帮助 您的支持跟帮助 让我们的频道 能够维持日常的运作 真的也很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的 特别是会员的支持 那非会员也还是要麻烦您 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最后广告出来之后 短广告帮我们看完 紧接而来的长广告 帮我们看30秒 再按下略过广告 才能够成为一次 有效的YouTube广告点阅 才能让我们去参加 那小小YouTube广告分论计划 让他们赏我们一点 小小德国蟑螂肉吃一吃的 好我们这次这个专案 非常谢谢 已经购买的观众跟会员的支持 但如果还不知道这个专案 也还来不及购买的 不用担心 还有详情请恰 我们这个孝伟哥的 军情与航空粉专业 或者是我们这个 孝伟团队室的Facebook 粉专业都还有讯息 这次真的在夏威夷的 真的所废不知 对 然后这孝伟哥的这个损失 真的也不能说不小 所以这个专案 我们全数用来补贴孝伟哥 这一次旅途的费用 所以如果真的 真的喜爱孝伟哥 支持孝伟哥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会员朋友 欢迎大家都可以对孝伟哥 这一次表达一点支持 帮他加一点油 让孝伟哥加满油 能协助我们大家走得更远 看得更多 好孝伟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是要谈一下我们的国家的目前 F16 AM跟BM 现在正在进行 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正在进行 AGM-88的训练 AGM-88的取得跟训练 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了 我们其实任何官方的消息都没有看到 我们只有看到被拍到 被拍到AGM-88真的挂在花莲的 我们的AM上面 嘉义 是嘉义 嘉义吗 是嘉义的飞机 对啊 但是孝伟哥我看到他训练场就是在花莲 真的喔 但我印象 OK Farnever不重要 重要是挂 是挂了 然后这个train开始 不是那个挂 是真的挂载 挂上去了 那孝伟哥其实这个挂载上去的训练 它的意义 对于一个新装备来说 孝伟哥我在之前有一些做过一些之前的功课 就是我对一些过去去郭路可的教官做一些准备 这些教官都说以前我们都没有接受过这样的 训练 因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武器 所以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 没有人有 所以这个应该是中华民国空军 第一次接受到AGM-88这样的训练 那孝伟哥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 这个训练跟这个弹的这个装备 对我们空军的意义在哪里 当然这个装备的获得 也象征了中华民国空军终于具有这个叫 敌防空网压制SEAD的能力 当然这个SEAD SEAD这个能力 你说以现在来说我们的SEAD的这个能力到底完不完整 当然我必须要说 抱歉 那个其实我们真的具备到完整的SEAD这个能力 我们还有一段非常大的空间要去努力的 这也是现实 但是至少你现在开始有这个SEAD的这个能力以后 就代表就是说相对来讲 你面对那个你对手的这个防空飞弹或防空网 你不再只是一味的只有挨打而已 那当然这之中你这个SEAD你要能够完整 当然你以现在这个AGM88的这个射程来说如果应对上对岸的这个S300 或甚至他们已经宣称购买了S400 其实当然射程上来说并不那么完全的那个能够压制对方 但至少就是说你已经有站上舞台跟人家开始比键 开始啪啪啪啪的这样的能力 那你我们环顾这个SEAD的这个过程 当然最早其实美国开始全力发展这种所谓的敌防空网压制 当然也是来自于越战 那当这个越战这个铁鱼血的这个教训 当这个那个北越 用这个SM-2开始打美军的轰炸机 美军的这个战斗机的时候 一开始美军其实是束手无策的 对就只能只能任由你打 但是呢在任由你打这个过程中 当然美军其实也早就有了这个RWR这个东西 就变成说美军也知道 这个北越发射这个防空飞弹来打 那提前可以预警让他能够能够来躲 但是当你进化到就是说 你可以去对敌方的这个SM-2 就是那个就是他那个 他的那个地对空的飞弹 SAM-2可以对他进行压制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北越军看到你过来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 特别是那个采取那种特殊的那个航线 就是朝着你的这个飞弹而来的这个时候 那他就会想到说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必须要去把这个雷达关机 或是干嘛 避免我的这个射控雷达被你摧毁 因为其实你像这个 那个美国在早期的这一系列的 这个防空网压制这个飞弹之中 主要还是就攻击 那个所谓产生这种连续波照射的这个照明雷达为主 当你对这个防空阵地来讲 你把他的这个连续波的这个照射的这个照明雷达打掉 他基本上也就对你束手无策 是 所以当后来到越战中后期 对于北越军来说 突然看了一下飞机直接朝你的这个 那个雷达方向直直飞来的这个飞机 他大概选择都是关机 他的选择几乎都是关机 为什么 因为不关机 你没错 你或许你的飞弹可以 这个能够提前的击中他 但如果万一到了距离你内 然后你又发射了 这个反辐射飞弹过来 那这个时候 他如果开始采取那个闪避动作 然后你的飞弹在第一时间没有击中他 但是他的飞弹已经把你的照明雷达炸掉之后 怎么办 那你这个发射数学飞弹 就变自由飞了 变自由飞了 所以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来说的话 现在拥有这个AGM-88 也的确相对来讲 就威胁到对岸的这个防空系统中的 照明雷达的能力了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 而且非常重要的这个要劲 而且呢 像他这个也有这种所谓的这个 射屏记忆功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其实 因为可以配套 他飞弹本身的这个 导引的这个组件里面 用那个他的GPS去记忆你这个飞弹的这个位置 毕竟在没有AGM-88之前 我们的战机像以现在来讲 你如果没有配备这个反辐射压制的 也就是敌方控网压制的这个能力的话 基本上甚至于你可能在海峡中线附近活动的压力都越来越大 因为当然你说以这个飞弹的这个拦截管制来讲 他很可能是在跟你的这个战机 那个在空中经过中程接战以后 紧接的一段 他可能就会用像A300或A400 去拦截你这个战机 但是在这个阶段 你如何能够透过像AGM-88 去提高你的机队存活率 甚至于压制对方的防空网作业 或甚至于就是说 因为我们需要AGM-88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我们其实需要源头打击 什么叫源头打击就是 你必须要把对岸还没有发射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 或者是他已经发射之后进入阵地的发射车 或者是他一些长城的这种炮兵火箭的 可能的这个节地附近的这些车辆 找到以后你要把它消灭掉 不然你这个真的是搞得没完没了下去 他的地对地弹道飞弹以数量来讲 他如果可以打八波 但你的这个防空飞弹只能拦截到两到三波的这个情况下 那你后面五波或五波半怎么办 真的不可否认就是说 因为他的功能其实虽然说号称是AGM-88B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性能是有提升的 也就是他并不是原本的那个维基百科上 所查得到的数字 查得到的数字 他的确有跟一些现在的这个AGM-88 还在使用的AGM-88有做性能提升 所以可以确信的是他的射程的确比较长 然后另外他的这个防干扰能力 也就是抗干扰能力 会比现在AGM-88B要好上非常多 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他具有这个位置记忆功能 也就是说他发射以后 就算你的这个照明雷达发现了你这个F16 这个不怀好意的冲向他 所以他及时的就把这个照明雷达这个连续波关掉 但对不起啊 照明雷达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就搬走的东西 也不是说他有一个拖车头 已经这个点好了火 然后呢这个照明雷达就像摆在一个拖车上 然后呢你关了机 然后这个油门一踩就可以咔就把它拉走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这个AGM-88具备了那个目标位置记忆功能之后 即便对方把这个讯号源关掉 他还是可以击中他在关机前最后的这样的讯号源 那其实在作战上来讲 对于我们战机飞行战机的这个存活性的提高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吧 那其实各位观众各位会员 我们取得这一型 其实真的有人说他不是现在的美军现役的AGM-881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AGM-881是意大利跟美国一起开发 那所以我们在取得上面确实有一定的门卡跟困难 那所以呢现在这一型是原厂在帮我们做相当程度的更新 那但是他是不是AGM-881不是 这个很确定 其实不是 但性能接近了 对对 性能接近了 是是是 那他用的方法 这我们看他在这个官方的说法里面是说 两个不同的approach 用两个不同的approach 做到比较接近的一个功能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到的东西 但是我想各位观众跟会员可能听一下我一个这样的叙述的时候 确实他在传统的Seed的作战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以前的所谓的野佑机F-16CJ上面全部都是挂AGM-88 对 那对我们来讲呢 也许我们除了这个Seed的作战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在海峡上面要面对中国的这个 战舰的巡防舰 055啊就是054啊这些 那这些大量的这些战舰的一个 就拿来做了一个重要的作战 所以小哥会不会说这些AGM-88 其实它有一部分的任务功能其实是要面对这种在海上的作战环境呢 当然也是啊 因为其实像现在对岸的它的防空舰052D或055 它其实对我们在空机的威胁也相当的大 那同样的 它的052D或055会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保护它的这样一个船团 那我觉得毫无疑问的 不会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大家真的不用想太多 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山东号、辽宁号或者说现在最新的福建号 它能够在台湾周边派上用场的机会其实真的不多 我一直非常艰辛的认为今天 中共研发航空母舰有它自己的理由跟需求 它的理由跟需求其实很大一个部分是在维持它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非常长 而且不是所有的国家在这条丝绸之路上都对 北京是采取非常友善的态度 所以它必须要在它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维权 所以它的航空母舰会用在这里 但是如果它052C、052D或055用来保护它的两栖攻击舰怎么办 各位有没有想到 其实对我们的战机来说也还是非常大的这样的威胁 当然你看这次美军在做Sync Exercise的时候 它当然是针对两栖舰艇 包含它把一艘处翼的两栖船无运输舰 还有两栖船无攻击舰 就是两栖攻击舰一起拉出去打 当然甚至最后他们说真正终结掉这两艘舰艇的命运的 很大一个部分是用B2轰炸机丢下了高磅速的Laser J-DAN 就是QuickSync 对 但是QuickSync 但是其实QuickSync之前已经打了好一阵子了 今天假设说你在台湾周边水域 出现类似像052D或055这样的船 052跟055这个船它本身 你如果将它的雷达击坏 最重要的雷达击坏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这个船是不是必须要被迫退出战场 是 相对的 那对于你要应付的目标就少一个 你不见得真的把它打成 你说一颗AGM-88你打到这个船 你能够把它造成基本性或是重伤害 让它这个船没有办法再继续作战吗 是不可能 它的动力系统可能不会被你AGM-88伤到 但是它的一旦雷达系统 就是说或者它的导引飞弹的控制的单元 被你的AGM-88伤害了以后 那这要很等于废了 是 除非你能够进到对不对 让它用这个光学瞄准 否则的话基本上它对你的这种导引攻击就毫无办法 所以它必须要退出战场 它一旦能够退出战场 那你说后面受它保护的这个075 这个两栖攻击界是不是也要跟着后退 或者说是它至少要后撤到我们那个空军战机 能够威胁到它的范围之外 那我们今天要想非常感谢 校尾的精彩的表述 你们非常谢谢各位会员跟各位观众的参与 好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在校尾谈计是下了校尾 真的会员 感谢您对我们频道的这个实质帮助 真的没有你的实质帮助 说真的我们要很多事情要做起来 真的还真的挺困难的 那非会员 麻烦您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还是要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最重要的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帮我们看完之外 紧接而来长广告 也帮我们看30秒 3加6个广告 真的才能让我们去加入 小小的YouTube广告分论计划 真的吃那YouTube 现在伤给我们的德国蟑螂肉吃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 订阅 按铃铛 打点名嘴 我们下次见